中国的比赛其实也不是很多 所以自从有了俱乐部这样的赛制 可以引进到外籍一些优秀的选手 然后他们也可以到不同的城市了 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这样子就是可以到他的城市去 到他的国家去 就是去描述他所感到的美好 而且这个12个城市打主客场 我觉得还是挺多机会的 可以把中国都玩遍 比赛一开始就很激烈 这是因为这个规则的改变 单打比赛的节奏都加快了 孙瑜的一个后场的挑高球出了底线 所以在整个步伐和速度上 节奏都相当快 就看谁在比赛的过程中 进入到这个状态要更快一点 终于拿到了赛制之后的第一分 他的这个孙瑜的教练也是给了他比较多的鼓励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开局就有很多的多拍出现 这也是因为 就是因为比分的缩短 然后每个运动员的在开局的投入状态是不一样 孙瑜这名小匠呢 1994年出生 非常的年轻 孙瑜这名小匠呢 19岁 他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 作为这个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呢 出赞了俄罗斯的喀山大运会 获得团体的银牌 心口还是说在前后场的底线的来调动 而且把球尽量送到这个孙瑜的反派啊 孙瑜相当年轻的一个心事 但是呢 我觉得孙瑜今天呢 做一个比较老辣的做法 在于她的对孙瑜的调动是比较多的 因为孙瑜她的身材高大 一方面是优势 她的力量是她的优势 但是呢 同时呢 在这个步伐 特别是在转体方面 肯定会成为一个劣势 所以我们看到孙瑜呢 在拿分之前呢 并不是很着急 她的这个调动啊 还是非常的多的 特别是在对方的前后场的 和反拍的位置的移动 1982年初升的申克 身高1米71 反拍的过度一半质量不高 轻掉一半 其实申克的步伐不是特别好 嗯 她罗中处理员都有那个 可是她在相对于其他的罗中处理员 原来的申克 我觉得她属于 还是属于拉掉比较多的 这种风格 我们看孙瑜她的这个右膝盖上 也是打了比较厚的包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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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因为她的身高 所以说她的下盘呢 确实要把力量练好 这样子也会保护她的整个正常的比赛 因为能高 所以说她的下盘来说 确实容易比较受伤 嗯 而且在移动上面相对会慢一些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她的呃 她的整个步伐还是可以的 嗯 就以她的身高来看 嗯 对 所以她的步伐还是不错 可对于新赛事 嗯 这样子就是要快 是出球也要就是尽快去拿球 步伐了也要尽快去到位 其实想想身后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个作为一个老将 她在场上呢 还是有这么好的体能 还是全力值得静态 她今年的印尼语楼球超级赛 然后还拿到女单的亚军 依然还是活跃在国际赛场上 身后的下手球的几只能力 还是很强的 她的下手球的能力相对不弱一下 不弱一些 这也是因为 她的就是 她的整个步伐不是很明明 有些其实有些动作是错 就是不是很正规所造成的 哈哈哈哈 别人说是错的 只能说不是 呃 不像亚洲的 要求那么高哈 可能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么高的 规格 三比七 神科这第一局呢 进入状态非常的快 非常猛 其实这就是进攻选手的优势 嗯 对于孙玉来说 她要想胜 想要赢这两桥的话 还是要多创造一些自己主动 下压的机会 尽可能 呃 把深刻的调动开 不要让她太容易拿到主动球 哦 孙玉还有很有杀伤力的 再等于8比3 8比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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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其实在整个的这个 这个宇超的赛场上面呢 他通过这个电视转播 其实对于他 在中国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推广 可是羽毛球爱好者都知道 他在世界宇联的超级系列赛上 也是 常年活跃啊 去年我觉得好像还拿过 新加坡公开赛的女单冠军 也是级别比较高的 超级联赛 其实前面也说 他已经就是30多岁了 嗯 还可以保证这么好的一个 能力和体力 所以我觉得就是 呃 欧洲选手跟 就是 第二个选手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在整个 呃 训练和比赛中啊 就是 他们 至于他们来自控 所以像他们就更容易了 去储备和就是 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要求 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要求 谁自己身体的一种要求 音乐 有些什么要求 无垫吧 虽然在比赛一度是2比8落后的情况下 3比8落后的情况下 还是慢慢的在追上比分 现在是排差3分5比8 福文明19岁的选手 他参加国际大赛的比赛机会并不是很多 去年在澳门黄金大奖赛里面拿到了女单冠军 这也是他首个成人组比赛的胜利 最大的一次冠军 一个金牌 身体其实非常的凶 所以在整个节奏上过于慢了一些 对于新赛制的改变 他需要在速度上还是要有所提升 就还是要有速度 不知道你深刻听不听得懂中文 作为这个动荡主 我觉得加油 加油我觉得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的 我觉得还动荡主的观众还是非常给力的 深刻打球的姿势确实比较别扭 但是你看他这点有的时候还挺难受的 对 让对方也挺难处理的 他有些球 我会感觉他应该接不到 他还是跨过去 可是他长时间的 如果说某个小环节上的动作有问题的话 会造成你的整个关节或者肌肉的一个损害 对方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看到孙宇打球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看着对手 慢慢在控制在打 深刻的 也可以说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尽可能的把球 第一时间给打出去 就是随机球比较多 抓机会能力比较强 但是对于深刻来说呢 他的这种打法 其实挺适合11分的 其实孙宇还是比较适合11分 10比6 带着机会有反派扑网 7比10 这场比赛完之后呢 第三场就是 也是今年正式引入到 宇超联赛的一个 混合的3比3 两男一女 双方各出两男一女 原地转身360度之后的 这个回球确实质量不是很高 孙宇也是抓住这次机会的下压 深刻的比赛经验比较丰富 浪费两个局点之后 她是选择的 请求擦汉擦擦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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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勾对角的姿势很特别 但是还是 被人看到意图比较明显 就是因为我先说 他很快 然后他很快的时候呢 他没有看清楚对手的举动 8比10 8比10 来看一下孙宇是不是有机会的 实现逆转 还是深刻的局点 直接逼掉 在界内 这样深刻 以最简洁的方式 还是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11比8 路有多远 只有心知道 最美的旅程 是不断地经历 坚持走下去 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让心灵 进入一个更纯粹的世界 新边W5CiY 与坚持梦想者同行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赛事转播 由京岛啤酒 特约播出 The New HTC One 红色味货 色彩从此改变 新奔腾B50 创变新生 乐在其中 柔软善变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德国的老将申克 这次呢是代表东道主厦门特房的来出战 广州乐语队的小将孙瑜 两个人的年龄的差距上 差一轮啊 但是30岁的老将 在中国的这个 与球的球迷心里面 还是有非常大的知名度的 因为这几年呢 他在整个的世界雨联的超级系列赛的赛场上面 取得了很多出色的战绩 深刻的打法比较凶狠 虽然他的这个动作特点呢 也是比较鲜明哈 用美洁的话说 可能由于年轻的时候 这个训练不是非常的规范 但是在比赛中呢 很很好用啊 从他自己来看呢 他很适应这十一分支的比赛 对于他的年龄来说 确实是 因为比赛的时间缩短了 比分也缩短了 他体能呢 就可以说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进攻的打法 他的下手球的处理能力 相对会弱一些 可他的上手的处理了 他的主动能力很强 所以说他可以尽可能的 保证自己的速度 所以刚才的这个戳放网没有成功 这些机会才会 我觉得比较对孙一有利的啊 但是都没有能够抓住 连去两个往前的机会 都没有能够抓住 其实申克的球 掉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这期比赛 申克让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有一年的苏丁曼碑 他跟王世贤交手 他的这种打法 当时是觉得特别的凶啊 再说技术的特点 包括他的整个场上的做派 最后王世贤输球还哭了 印象特别深 其实打团体赛进攻的选手 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晚晚啊 如果说你是个打技术 你到关键分的时候 这个技术 你能发挥多少成 真不好说 还比一个能进攻的 他粗糙一点 他更实用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赛事转播 由京岛啤酒客约播出 The New HTC One 红色未破 色彩从此改变 新奔腾B50 创变新生 乐在其中 柔软善变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德国的老将申克 这次呢 是代表东道主 厦门特房的 来出战广州粤语队的 小将孙瑜 两个人的年龄呢 差距上要差一轮啊 但是三十岁的老将 在中国的这个 旅球的球迷心里面 还是有非常大的知名度的 因为这几年呢 他在整个的世界雨联的超级系列赛的赛场上面 取得了很多出色的战绩 深刻的打法比较凶狠 虽然他的这个动作特点呢 也是比较鲜明哈 用美洁的话说 可能由于年轻的时候 这个训练不是非常的规范 但是在比赛中呢 很很好用啊 从他自己来看呢 他很适应这十一分制的比赛 对于他的年龄来说 确实是 因为比赛的时间缩短了 比分也缩短 他体能呢 就可以说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进攻的打法 他的下手球的处理能力 相对会弱一些 可他的上手的处理了 他的主动能力很强 所以说他可以 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速度 所以刚才的这个戳放网没有成功 这些机会 还是我觉得比较对孙姻有利的啊 但是都没有能够抓住 连去两个往前的机会 都没有能够抓住 其实申克的球 掉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进去比赛 申克让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有一年的苏丁曼碑 他跟王世贤交手 他的这种打法 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凶啊 再说技术的特点 包括他的整个场上的做派 最后王世贤输球还哭了 印象特别深 其实打团体赛啊 进攻的选手是非常好用的 嗯 因为晚晚啊 如果说你是个打技术 你到观众分的时候 这个技术里头 大概多少成真不好说 还比一个能进攻的 他粗糙一点 嗯 他更实用 担判觉得他在拖延时间 今年的这个雨车联赛 引入地址转播之后呢 其实每个人对时间都挺敏感的 以前确实在羽毛球的转播当中呢 比较难计算的就是这时间 这场比赛很多的时候 由于无法估算 二比三 他可能呢 像中央那样的体育频道呢 他的资源比较多 他可能会影响到 其他赛事的这个转播 加油 加油 继续比赛 到目前为止 胜客还没有出现体力的问题 而孙瑜也是在想一些方法 这个球出的位置很难受啊 很平 擦着这个球网过去 让孙瑜在出手的时候呢 很难受 是 是 4比2 这球是滚朗球 孙玉的运气 汪玛球3比3 深刻确实他的 我觉得他今天这个比赛 虽然他呢属于这个 拉掉技术不是很细腻 比较粗糙的 但是在今天比赛 明显的他能够更加的适应 新赛制的改变 他还比较多的这个调动孙玉 然后再发挥出自己的快速的特长 所以拿下第一局 现在唯一的悬念可能就是 两个人12岁的年龄差距啊 这个比赛会不会到后来 出现一个体能的下降 给孙玉一点机会 我看到深刻出球 其实他的角度啊 并不是很好 可是他用他的 对他用他的移动速度来 来弥补他的技术上的一些 漏洞 我觉得这衣服好像穿的有点大 进发球的假动作 所以还是应该加快一点速度啊 好球两个底线的控制 两个点打的都相当准 掉一板 底线过度 哎呀 这个收掉 这个收掉其实 其实意图挺明显的啊 但是孙玉的准备 还是中心太靠后了 你想要用这派调球 得分的话 前提你有一派进攻 如果没有这派进攻的话 别人对方就不会在后场 就是害怕 明显看起来这样比赛呢 深刻的表现更加的老辣一点 现在比分上面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这种半场的拦截都挺可怕的 突击能力超强 深刻的掉球出现了15 我觉得厦门队的厦门的观众非常客气 他们在第一局拼命给深刻加油 然后看到拿下胜利之后 现在也就比较安静了 在情绪上面呢 拿捏的这个尺度非常好 厦门的羽毛球特别火 厦门这个城市睡不大 羽毛球网特别多 而且几乎人人都在打羽毛球 所以说全民健身还是推广特别好 全民球员在今天的比赛中呢 都得到了主裁判的一个口头是非正式的警告 都是因为这个停顿的时间 这个非常动作的 假动作的一致性非常高 这场球的节奏确实太慢 其实我觉得现在后面可以规定 就是这一场里面允许就是你擦汗的次数 好像也有利于转播 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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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一比三 轻一比四 孙克非常的想在两局之内结束战斗 所以他也是这些战略性的修整 包括换球 他是都是精心构想的 但是孙瑜呢 也是很想展示自己年轻的实力 所以两个人在场上啊 就是斗智斗勇 孙克还是需要在前几拍里面 就要完成他的一个得分手段 如果说打到多拍的话 还是孙瑜战一些优势 孙瑜打球一看就是布局更加的缜密 他会考虑的比较的多 但是在这个实战的过程中 可能往往还来不及那样考虑 最主要是在这个分数上 21分的话我觉得现在更好 更适合一些 连续两次都是孙瑜的主动失误 编线底线各自出了一次啊 转身 过度还是不错 老将真能拼呢 现在来到了比赛的场景 这就是主场的优势 不过你可以看到老将确实拼劲非常的足 他今天呢始终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度 我觉得顺鱼他的这个心力 还是没有深刻体现的更好 而且呢这个虽然动作比较的特别 但是呢可以感觉到呢 深刻今天的连贯是很快的 继续比赛 我觉得顺鱼还是就是在整个状态上面 必赢点那个气 气场还是比差一点 深刻是特别想要赢这场球 他也想就是这也是第一场 而且是外援嘛 外援的身份 这样深刻呢 他是比较轻松的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十一分制的这个比赛的悬念 而且在这场比赛比赛里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体现 小匠孙鱼明显还是说对新赛制的适应不是很高 所以看到他的对手深刻呢 表现了很老辣很快速得分的能力 直落两局的比分 为厦门特防队再赢一场 谢谢 谢谢